华为时间不多了,台积电或苹果5nm全部订单,谁能帮华为渡过难关? 前不久,摩根大通全新调查报告表明,台积电早已认定取得了2020年iPhone6nm芯片的全部订单信息。 换句话说,2020年iPhone12系列产品四款手机上的全部CPU都由台积电来完成。 今年下半年,也是手机制造商市场竞争激烈的黄金时间段iPhone6a14,高通芯片有875,而华为手机也是有麒麟1020,都选用了全新的5nm制程加工工艺。 现阶段看来,剩余的完善生产商就仅有三星了,但三星也会选用美国的设备和技术。 假如想帮华为手机造集成电,事实上还是必须向美国汇报。 作为全世界市场份额4.4%,排行第五的代工企业,中芯国际尽管也是有生产制造集成A的整体实力,但现阶段批量生产最优秀的技术仍在14nm,远远地落伍于台积电和三星,目前还无法达到华为芯片的要求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